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台視晚間新聞 我是一如台中市道理區 發生了不幸的死亡車禍 一名在補教界任職二十多年的女老師 騎車回歸載送十歲男童 結果一個不小心 遭到了對象轎車猛力撞擊 女老師送一搶救宣告不治 男童則是左腳骨折 仗式駕駛的車上搜出了大量毒品 不排除是毒架 當場被帶回緊急徵訊 女老師騎車載著十歲學童 從外側橫越車道 要直接騎到對面補習班 下一秒對象一輛白車衝撞過來 女騎士和乘客撞出來地面 一號下午三點多 大理區發生這起車禍 女老師送一搶救不治 而十歲男童腿部骨折 而這名賴系女老師和先生 從事補教業二十多年 主要負責社會科 如今女老師慘招撞死 親友無法接受 根本都會打招呼 人不錯 她跟著我快二十年 她跟學生的互動一直都很好 學生也很喜歡她 由於十歲男童 周一和周五只有她一個人需要接送 所以經過家長同意 才會請老師用機車載送 雖然這樣的行為業者已經觸法 但萬萬沒想到 竟碰上毒販駕車奪命 天人永隔 我的那台機車已經被撞到 就是直接報廢 他自己的筆錄寫說 我看到他 我認為他會讓我 那就代表他因注意而未注意啊 二十四歲零性男子坦承 當時要趕著去和朋友開毒趴 才會在幾乎沒有刹車情況下 高速撞廢急事 警方還要他車內面紙盒 搜出十五包ケーターミン 和四十四包毒咖啡包 不排除吸毒後危險駕車 毒駕和酒駕犯刑 同屬馬路上不定時炸彈 警方一旦抓到 監禁下午到死者家中 進行後續追查 親友男人悲痛 就因為一個要去開毒怕毒販 讓靜澤的女老師亡死 血統骨折重傷 這個公道該向誰逃 介紹綜生日捷 台中茂的